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 真正的强者不是因为某件事而壮烈地死去 而是因为某件事卑微地活着 大写家粗的福气 一人 容统地可以分为两种 成熟的和不成熟的 不成熟的 喜欢让自己壮烈地死去 而成熟的 则更愿意卑微地活着 卑微 确实不是什么好词 比如鬼谷子就经常说 因言者亦微小 啥意思呢 说话处事时 有时候要学会低头 谨小甚微 甚至是卑微 那就一点也不酷炫了嘛 大丈夫难道不应该生如虹猪 顶天立地吗 或许也正因如此 才会有人痛骂 纵横家 小人呆 二很显然 大明朝的上上下下 都会痛骂纵横家 骂 姑且随他 但是有清晰的史料 表明大明朝的前半夜的几两门 是在偷偷读鬼谷子的 比如宋连的鬼谷子变 阳慎的鬼谷子屏住 李东阳的和纵连横论 甚至永乐大典 藏而黄之地将鬼谷子收入其中 但是到了明后期 骂声反而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不屑于骂 因为姐妹们忙着明争暗斗了 有人会说 鬼谷子不就是叫人算计的吗 天真 鬼谷子叫的是算计外人 而不是算计自己人 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 以征服外人为荣 依算计自己人为耻 很显然大明朝不是这样的 各路党争讨伐义 此起彼伏 对付外人不行 对付自己人是行家 所以你会发现 明朝外交从政和下西洋之后 基本上停滞了 甚至为了彰显自己天朝上国的地位 动不动就开打 动嘴格动手的成本 很显然后者更高 再者 其两人学会了一套屡事不爽的绝学 以道德的名义打压别人 放眼望去 仿佛大明上下满满都是正人君子 但是不能细看 讲道德是好的 但现实是 如果能讲利益 最好别讲道德 因为利益看得见 道德往往是挂在别人嘴上 相信的风险 太高 有时候故事讲得太逼真 甚至连自己都信了 比如被现代人津津乐道的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壮烈的死去却是让人动容 但结局是 满清统治了中原275年 这笔账算得上来吧 代价大不大 崇祯为什么不迁都 他想 但是被道德绑架了 说出去不好听 因为卑微的活着不光彩 后来有个叫石刻法的人学习得很好 本着跟满清死磕到底的精神 搭上了扬州全城的百姓 误国的道德楷模 三政成功的师父钱千亿有个水太冷的笑话 顺指 二年已有 清兵进逼南京 柳如是劝钱千亿训火 钱千亿结果到了湖边 他又对柳如是说 水太凉了 咱们下回再来吧 在这段真假难辨的往事里 钱千亿肯定要被说是软骨头的 趁年五月 豫王多多的兵到了城下 钱千亿率文班诸陈 在砰沱大雨中开成影响 跪倒在满星的铁蹄之下 又做了一次软骨头 我跟一个朋友嘲笑钱千亿 朋友反了一句 你知道他的头像能保住多少百姓吗 实际上 钱千亿后来确实也的确加入了反清复明的阵营 但是因为当年的软骨头 他永远是被人耻笑的软骨头 道德上 卑微者是输家 四人生就是无数个选择的合集 一个是壮烈的离开 一个是卑微的活着 水更难 请君自便吧 但有时候为了一腔热血 不顾后果的壮烈 或许未必是一件利人利己的好事 理想是好 但是鱼子网破的成本或许会巨大 所谓的成熟就是未达目的 懂得低头 学会卑微的活着 学习更多国学鬼谷的智慧 敬请关注鬼谷的智囊团微信公众号 我们一起纵横百合 鬼谷论道